字幕组织 字幕组织 圆异贵谈 Hello 欢迎大家 今集继续见到 有我身边的彭奕臣 Byron 还有身边的Alla LaVina Hello 继续有我们两个 跟大家谈闲聊天 乘接上两集 我们讲话题了 分享了一些关于你自己的 不论小时候也好 或者是出來工作 演藝方面的一些自身經歷 但我記得我們第二集 有個話題就弄到 關於之前你拍的兩部藝術電影 拍的前後的心路歷程 會影響了你之後 對於一些人生事物的看法 以及關於你之後 修讀了很多相關的課程 都會有少少微妙的link up 今集就給我時間 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都叫做否釋下 這麼多年試隔了 其實剛剛差不多一輪了 就是十二年了 差不多 一個框了 對 想想想 我今年已經四十歲了 我看不出來吧 真的令人很羨慕 baby face 是 先謝謝媽媽的基因 叫做好一點 但是也會有影響 對於心智 生路歷程 還有對於價值觀 還有人生的一些看法 也不一樣 因為實在最重要 特別是第一部藝術電影 對我的衝擊 對 衝擊沒錯 特別特別大 是的 就是前後發生的一些事情 當然知情人士都會知道我 究竟發生過甚麼事 還有那一刻 可能被其他不同的傳媒去造理 我意思是寫一些很負面的事 以及一些不同的經歷 導致我 其實09年的時間 我其實打算都離開了 即不是這個世界 那當然是 我智慧是傾向 大家觀眾不要學 即是不開心到 因為那時候嚴重的一些 有抑鬱的 抑鬱的 很重要 即是離開TVB之後 去拍完封文宜 開始有些新的工作機會 就是開始這部電影 期間發生了很多很多 我超不開心的事情 都在我那段時間 那半年大概到一年的時間 所發生 以前是一個打不死的戰士 那次之後整個人複雜了 即是打沉了 剛剛那一刻 否定了自己人生 否定了整個之前做過的事情 究竟那個去向究竟怎樣 那時候開始 因為那時候還是基督徒 因為以前舊台的時間 我以前出道的那個台 我不說誰 因為那些人都走了 很多口說自己是Christian 特別是帶著我的管理 Artist 不算 Artist 大家好朋友 特別是我的幕後的經理人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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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面我都是Christian 但是他對我的對待 我覺得他還很邪惡 是的 其實也是 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遇到在這個圈裡面 或者不要說這個圈子 身邊很多朋友 都自稱可能是某某 某某宗教 有個某宗教信仰 但是做出來的事情的行為 跟他宗教所秉承的信念 可能是背道而馳的 是的 是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懷疑 當然我尊重 還尊重住 Depression的時間 在台灣 那次搬到台灣 其實叫做真是走路 應該說 避一避勢來開香港 找一個環境生活 沒錯 我住在台灣大概一年半左右 在那一年左右的時間 真的慢慢哭 哭了人崩潰 你究竟上網查看 那些人生有什麼意義 有看醫生嗎 有看不到 不知道跟誰說 有打過電話給一些比較熟 譬如當年打過電話給楊秀偉 問過梓華哥王梓華 他也有介紹一些 譬如星相占卜的人跟我去問 那時候好像會有一些 提出了 就是人生其實是一個釋懷 釋懷 還有說到釋懷 等會也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是的 釋懷 沒錯 那我開始就在台灣開始找 為什麼我會從一個演員藝人 跟著又做動作導演之後 就再轉型去做這個 培訓師 培訓師身心靈 特別是心理學 就是個人成長 以及是motivation的一些激勵的徵鄉 那很大的原因是 我以前小時候的經歷 第一 因為你真的壞過的 大家可能上兩集聽過 是的 殺人沒殺過 強姦那些沒搞過 但是你說放火 爆攝那些 已經被香港的警察那邊 已經警司警戒過了 因為小時候 未成年 十一二歲而已 那時候懂什麼 不懂思考 不懂思考 可能混交損友 損友很重要 你身邊那些什麼人 真的會影響你 勤諸者赤 真的 這個就是什麼 磁場 真的磁場 所謂我們如果相信的 是一些叫做吸引力法則 是的 沒錯 吸引力法則是很重要 我相信這套東西 當你經常都是以那個磁場去對理 你的運勢 或者你會吸引到這些人回來 是的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就慎選你自己的潛意識 去怎樣做 好了 我在台灣的時間 你這麼消極 之前有認識一個法國大哥 他覺得 嘩 這傢伙 剛剛認識他的時間 整個好像枯葉那樣 將一塊樹葉的枯毀了樹葉 究竟你什麼了 發生過什麼事 眼淵完全是 即是很空洞無神 整個人走出來都不知怎樣 是的 那時候我的能量磁場很低 經常都想 大家千萬不要 是的 這個珍惜生命 分享過往的經歷 現在已經走出了陰影了 怎樣重新回來的呢 我上網查看 有很多的資料 我想找自己的資料 其中一個叫做催眠資料 我覺得催眠治療很特別 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其實台灣的時間 我接觸了一位催眠治療師 看完之後感受到 其實好像 本時比較輕一些 相對地 我好像接受了這一種的自我暗示 好了 我再上網去看 我看到香港有催眠治療 就去讀了 還沒去讀的 你去讀 我剛好回到香港 我想去治療自己 不如我就問他那位導師 那位導師是那間學院的 course director 即是院長 他聽過我的故事之後 你也有很多負能量 他說 我是 我想殺人 那種怨氣去到 真的沒有宣洩的渠道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那一刻真的有這種感覺 他說 不好 為何你這樣呢 還有你的經歷 說話慘 其實可能是上天給我的一些功能 磨練 是的 我現在 尤其是 十年經過的經歷 都是 你不發生這件事 你不會成長 是的 你必須去經過這件事情 才可以發酵沉澱 我現在演化了變成另一件事 這是我的人生 所以去到 跟院長聊天 我可以說 沒有論壞廣告的 他叫做 Tommy Du NLP Academy的院長 我那時候 跟他聊天的時候 杜水坤老師 他是其中一個 心理學境界領域的 恩師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說 其實 第一 你叫做 名人 有這麼多經歷 你有沒有想過 怎樣去找這些經歷 轉化了幫其他人 轉化為正能量 還可以幫到人 是的 我可以嗎 我憑什麼 我來想被治療 治療什麼鬼 不是啊 其實你可以 將你這副能量 先發出 當然我 不排除 有賣廣告 有個催眠治療師的課程 你可以讀的 是的 因為你讀完之後 現在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我又說一說 幫Byron賣廣告 他真的是一個註冊的 催眠治療師 是 美國NGH的 認可之家催眠治療師 他讀完之後 經過大概三個多月 的一個過程 你覺得是真的幫到你自己 首先是 有的 原來技術 原來 原來人是這樣去處理數據 原來情緒是這樣發生的 一個人的情緒 為何又有情緒 當然你一定是一些 要是開心 要是不開心 要是刺激亢奮 或者是悲傷的情緒 特別你受創傷的時間 我們稱這些情緒為之 我們人生的爛草莓 爛草莓 爛草莓的時間 它會很影響我們人生的成就 將來的 沒錯 那條路 是的 你會發覺有些人 一遇到一些挫敗 好像很悲傷的時間 他會馬上 因為我們情緒 就好像一串串的珠 一個波波一樣 即是橫行雙扣連著 是的 一些珠可以很小粒 有些波可以很大塊 中庭一串 你會覺得 他會是在以前的時間 我發生過一些事情 我想 有些人很悲慘的事情 我小時候怎樣怎樣 我之前女朋友怎樣 生死八日之類 他從一串的珠鏈抽出來 這些全部就是他自己過去的 一些不開心的事 發生過的爛草莓的 負面情緒 是的 這些負能量其實要剔除 沒錯 那其實 要先拿走 沒錯 怎樣可以將人 換言一身 完全去做 clear了 release了一些東西 你就要用催眠的技術 去處理這些 即是將它深層的東西 先剔除出來 沒錯 Exactly 那怎樣去做呢 通過催眠治療 原來我們 人生裡面的人體裡面的機制 思維機制 是有意識判斷機制 以及潛意識的儲藏機制 好了 潛意識 最重要是用來 我們很大塊的一個地方 是幫我們去處理 很多不同的事件 OK 這裡不詳細說過究竟是什麼 譬如你 你隨便去做一件事 明明你也不懂踩單車 你靠個意識去學踩單車 然後你就用潛意識去控制 我今天就不需要知道哪裏是壁壁 哪裏是腳踏這樣踩 是很自然的一個動作 沒錯 你變成神經連結成為永久的記憶 你開心成為永久的記憶 也有 不開心也會有永久的記憶 那怎樣處理這件事 我的催眠制度就是繞過你的意識判斷機制 好了 意識判斷機制是什麼呢 即是你平時在看現在我們在說的東西 你在分析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這叫做意識 OK 無意識的時間 就是當你完結了這個節目之後 在街上突然之間再想起 我們和阿娜的對話 我今晚Byron跟你說過的一些說話 你就會在潛意識裏面 再找回這個檔案出來 是啊 Byron老師他講過潛意識裏面 所講的這些技術 我突然之間想起 這個大腦裏面有這一幕 這就是你的潛意識已經儲存了 好了 當你這樣去營運的時間 好了 那我們 吹麵制度就是 意識判斷機制 它需要一個好像security那樣的 你每學習所有的一些知識 所學習的東西 它就會經過你的信念和價值觀 就是believe和value 去擋住你 這些我接受 對我身體好的 或者對我整體的價值觀 OK 我讓你進來 讓你學習 覺得不好的 就擋住了 沒錯了 好了 催眠治療就是 運用催眠治療的技術 繞過了這個意識判斷機制 直接進入了潛意識裏面 更改裡面大腦的偏盲 從而如果它可以有夠力 去release了一些不好的pressure 你這個人就會慢慢慢慢 會變成好一點了 是的 當然這些東西要處理的 這些負能量 爛草莓 你日積月累 你不是一次就搞定 就是日日產 慢慢去倒水 慢慢抹乾抹乾 才會出來的 這就是training治療 通過這個大概三至四個月左右的一個training 慢慢慢慢我開始有些釋懷 嗯 真的是放開了 放開了 你難從它開始拔出來了 是的 原來是這樣的 以前做過的事情 哦 其實原來有選擇的人生 嗯 那我就開始慢慢轉言 另外 當然老師也是做生意的 也有另外一個課程 是介紹給我的 叫做NLP 深深語言程式學 是的 這個NLP是什麼呢 那麼 Hypnosis Hypnoplypus 就是那個training治療師 training治療 它是很deep的 技術 就是很深層 很深入的 NLP是很闊的 它就會覺得是 你人生裡面可以用得很多 是教你怎樣用你的大腦 怎樣運用你自己的腦袋 去做一些策略 譬如是跟別人溝通 怎樣去做 你的肢體語言 你的說話技巧 以及你的大腦運作 是的 NLP好像其實很多名人 據我所知都有讀過這些相關的課程 是的 NLP最早期它是在七十年代 在美國的邊 被發現出來的 那麼 原因由兩位的 一個語言學家 和一個心理學家去做 語言學家和數學 電腦程式學家應該不是心理學家 那又變了一套出來 然後被大量運用在心理學那裡 特別是治療和corporate training 那有些甚麼人學過呢 七幾年開始的歷屆美國總統都有學的 美國總統也有學過 是的 而且它特別是可以幫一些人士 特別是優秀運動員 或者是大企業家 運動員我都知道是有很多學過的 拳王 沒錯 要突破你自己 拳後星就是有Michael Jordan 有Tiger Woods 接著就有Kobe Bryant 或者其他不同的企業家 克林頓總統 奧巴馬這些 他要公開演說和和一些記者對話的時間 他會教你一系列的 我將這兩個技術慢慢學完之後 當然我再深吵 讀初級中級 今天考了教官 現在是一個教官牌 我現在國際認證的NLP課程 所以我之前介紹說 Barrant很厲害很上進 你繼續吧 我在十多年期間 運用這些技術 幫我完全清理當時 拔掉那些爛草莓酒 沒錯 拔掉爛草莓酒 但當然它還會有裂痕 但是你 比之前已經很遠了 很多 很多很多 但是都需要每天去清理 因為每天都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和開心的事 你怎樣去過濾器 你的氣都要清洗 而且你如果接觸一些負能量的人 他的負能量也會帶給你自己 進入你自己的腦海裏 你說到這一部分負能量的事 我又想說回你剛才提到一些以往的經歷 因為其實可能你由電視台出來之後 接觸電影 其實拍了兩部藝術性電影 也不知為何剛巧是一個比較陰沉 比較濁的看錯 因為兩部都是環繞自殺的 坦白說 一部香港電影 一部國內電影都是圍繞著 和死有關的主題 當中也在劇情交代到你要自殺 有一個傾向 或是直接做過程出來 我想問你 你現在分析自己當年的事 無論我們用一個比較科學的角度 或是從一個比較靈界的 或者大家會很直覺地想法 會不會都是一些負能量 因為當時你要做這些角色 太投入了 你可能有可能 抽離不了角色 或者之前你剛才說過的 就是吸引力法則 因為你剛才做了這麼負能量的事 你就吸引身邊一些不好的磁場回來 我非常認同 和新同感受是這種吸引力法則 當時我覺得拍兩部電影的負能量 真的相當相當之大 亦都直接影響到我 完結之後 我覺得到今時今日 也有帶了一些負能量 當然我亦都清洗了一陣 和會夾雜了近這幾年所發生的事 可能我近這幾年已經沒有拍電影 有拍過一部電影 另一部電影叫做南方北方 南方北方 那一部電影也很接近 因為我那個角色的背景 是在霧原裏製造的 是的 也知道為何 是很相關於死亡的事 真的巧合得這麼巧 也是這一類的 分分離離 也不是那麼大團圓結局 不像我當年在影音視台 不是那個什麼 福音視團那裏 影音視團 拍那些叫做合家歡 比較開心一點的 一些福音電影 是的 福音電影比較正向一點 去到之後外面都是類似這些 雖然拍戲歸拍戲 但你會吸到那些負能量給你自己 我也不知道是否因為拍過那些電影 近這十年之後其實我已經很抗衡 用自己所知的知識技術去再處理 幫自己清洗一些內在潛在的不好的想法 是的 沒錯 無奈其實最近這十年 特別這五年 特別讀信 因為一個人去到某些情況 你再無法用自身的能力去抗拒的時候 我挺符合那些命理和堪餘的東西 是的 因為那些都是一種算法 它是一種統計學 大數據來的 沒錯 現今的 是講法 是嗎 沒錯 沒錯 統計學家大數據 統計學家大數據 所以我會去研究這些東西 究竟這十年為何會這樣呢 加上你自己的吸引力法則 但是我覺得 大數據據大數據 它只是前人的推理軌跡 但是我覺得 依然是相信吸引力法則會大過大數據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 你將你的能量釋放出來 去告訴宇宙 我覺得是 你不要覺得我現在神神怪怪 宇宙這樣講得那麼遠 真的有這樣的能量 我跟你說 真的 觀眾面前 你試試吸引力法則 只要你想到自己 你想成為那些人物 或者那件事發生 它將會在你身上發生 只是時間問題 為什麼呢 這是我2004年的時間 我所吸引回來的東西 嗯 怎樣呢 大家說吸引力法則 挺特別的 2004年的時間 我只是一個救生員 晚上下午的時間 做游影教練 去晚上讀書 是的 暫時我會人生 本身想考紀律部隊 是的 慢慢慢慢想提升自己 突然之間下午 自己有學功夫 我以前師工 沒有師隊的那些 類近 我嚴格來說 叫劉家良師工 叫劉家輝師伯 師傅叫馬克奧登 是的 另外一位師傅打Boxing 就是Eddie Meyer 以前他是香港的健身教練 健身俱樂部支付 他以前在尖東工作 他第一間的健身 是的 他的底下的Member有哪些呢 洪金布成龍 楊子瓊 是的 恩子丹 當時也是二十多歲 法哥也是他的會員 後來因為他轉了去做這個叫做 洪家班 就開始拍戲 就沒有搞健身 這個也是另外一位恩師 因為由於打的關係 我覺得 有接觸過幕後 幕後挺好玩的 我覺得好像在幕前 為何幕後做得這麼辛苦 幕前成績是別人拿的那方面 自己有沒有機會試一下呢 一直在想的 是的 零四年突然之間 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你的潛意識可能影響沒有 那個朋友將會介紹給 Lavina的漢堡包的老闆 那個就是 明天會見到 OK 真的有演員的 有演員的 是的 不知道這樣講起 他當時打電話給我 喂 有沒有聽電台 什麼電台 有個武術節目招聘演員 是吸引你回來的 蛤 我知道你練中國功夫 他特別是要招中國功夫的 是少林子柏的 哦 是啊 你聽一下吧 後來才聽到 然後我就聽到那個interview的時間 去面試 我還記得拿了一張票 38號 那个丑红号都记得很厉害 广播到 是的 我在香港电台 那一套叫做《武核Y2K的天下无敌》 是的 我当时就做和尚的 和尚仔是不是 我见你有些剧照站在那个 是的 是的 我不知道哪个地方 那个 没当 还是什么 类似的 没错 扬起了衣服 很帅的 少林主持 少林 OK 少林主持 少林子主持 那个是主持 原本的角色是Derek的 曾国祥 曾志偉的儿子 是的 因为当时他的合作问题 就拍不到 拍不到 本身的角色都不是我的 一直都没想过是我 我只不过帮个剧组 免费训练演员 那时候训练一下Angela Baby 因为你是武功底 是的 训练其他演员 训练Angela Baby 训练其他不同的演员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最后最后 最后我吸引到这套东西 我进来的时候选 我很想 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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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个很想要那个角色 最后是选了我的 是的 当然是 后来出来的成绩不是非常之 一声全部都好 起码是一件你想做的事 没错 在那个情况下 我就刚刚开始做我的演戏之路 也有一些寓意的 我记得我要去铲头的时间 就是我要剃光头 我感觉到那一刻 真的不是很容易头的 是的 因为帮我铲头的阿姐 她拿着一个铲 扎扎扎扎扎 有些淨头发在那儿 就好像辣妮那样 我觉得帮我开了头 这样的 看得不够漂亮 没错了 我觉得 剃光了头又这样的时间 可不可以补补 不可以了 后来才再补回 我自己回去找骚扎再挂 是的 那变了觉得好像很惨 为什么开得这么漂亮 结果其实那一年也很差 真的是很差 拍到一些很灵衰 单元剧各方面 人可以看到的样子又说不出名 这样的 可能早期的一些观众 如果再认识当年的彭冠奇的话 有印象他真的好像拍到很多港台 是的 直到之后我经过一年的时间 接着再遇见港台的导演 他跟我说 喂 巴仁 最近有个捷径 是什么来的 叫做 Mr.Hong Kong 香港先生 B.B.G.教 我说 啊 是吗 接着他跟我说 捷径 我不走捷径 他说 哼 选你才算 最后的时间我才找这个 最后的时间我才提放 提放之后 又是吸引力法则 香港先生 那时候其实很无心插楼 是 打算试一下 你都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果 没想到任入围 所以试一下 玩的 但即使他抽中你的时间 导演跟我说 就是进到最后的时间 你当一个叫做香港先生的show 好像你接了一个job 做一个很开心 享受接面的通告 那就可以了 因为那时候是show 你去加入 那样 没错 那就去了 我面试的时间 当时我还记得 两位前辈都已经过了小了 我都特别很感激一位 是的 可以说 自我介绍我叫什么名字 做些什么 结束了 好了 多谢你 谢谢彭先生 你可以走了 这番说话就是 当时Rosa 就是香港小姐的总监 现在走了 离开了我们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带了一些兵器过去 嗯 我有东西想表演 是的 然后 静了咪 等一会 OK 这手 有什么表演 展示给我看 然后你就拿一些武器 然后拿一些器材出来 嗯 还好 还有没有 问我 是的 对了 然后就 刚刚吐拳 不止 不止 那时候也挺惊吓的 断筷子 然后就 哇 OK 两个就开始咬耳朵了 OK 吃个夜粥 这个小朋友 OK 就开始对我有笑容 见到我的时间 嗯 就是指指 这个 指指 这个手 让出来的那个 这个就是 感谢Wilson大哥 钱国伟先生 是的 我知道你 你是一个 带我真正入 演艺圈入行的 第一个恩人 是的 我非常感谢你 我知道你 现在在天国 也好 他收到的 我相信 我赶不及来你的桑黎 因为还在上海 对不起 那时候 是的 所以 都 回来的时间 都 有看这件事 那他就给了我 这个机会 没错 吸引令法则 嗯 是这样吸引令法则 那么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就是演艺 就是之前我说演艺 去到想自尋短见 之后再出回来的时间 那我后来就帮了一位大老板工作 是的 那我那时在国内 我刚刚在教书 那我教书我是长沙的 他跟我说 今晚我叫你和我的助手 安排你飞过来北京 是的 安排你要出旅程了 哦 好啊 那晚就去了北京 是的 对了 到北京都刚刚check in的时间 收到message 他秘书打电话给我 是的 就是tack message给他 老板叫你 现在这一刻 非以色列 是的 不走得住 你不用进了 我刚刚check in而已 你冲过梁就去机场了 我帮你订机场 哦 哦 我在长沙刚刚才到北京 北京刚刚落地 你都没坐暖 没有 我连脚都没结开 我鞋都没脱 差不多 我搞 不如check in了 搞连房间 希望我洗干净 接着是非以色列 是的 那以色列为什么突然间 那么贫坡地 其实我想转行的 也想帮这位老板工作的 那时候 因为他都应该有机会 给我比较大发展的 是的 那我就 期间 那时候因为我爸爸长期性是 坦了 就是中了风 刚刚就是 在拍那一部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拍那一部很激 在大坑渠里面 找到那一部 就是那一部 就是我爸爸中风那天 是的 那在那时候的时间 至于时间都五年了 我记得是2015年 我看到我爸爸 是的 看到我爸爸 看到我爸爸是什么 哇 为什么站在那里 为什么会说话 我跟他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站在那里 我说你不是躺下 没事的 他说 当然 他说 脚软软的 没力而已 现在站得起床 我说很好啊 然后 然后十几秒左右 然后一声 不见了 原来我在飞机上发梦 他报梦给你 某程度上 是的 我只有一个磁场 因为我很久没见过我爸爸 你很挂着他 是的 他告诉我 他现在安好 是的 有些信号 有些东西 我那一刻 我的眼泪噴了出来 我哭了 我原来看回 原来我在天堂 飞机 飞着以色列的路上 是的 那完整了 那个旅程之后 然后 人生 后来因为有些事情 我可能要建立家庭 那份工作我迟了 因为那时候飞到瘫了 当时的女朋友都等不及了 等了半年 不在身边 全球飞着 后来就回到来之后 就认识了 但是后来去了上海 上海时间 有一个很大的project 我需要去写一份提案 期间 在2019年的时间 在写一份提案的时候 两个星期 写一份提案期间 我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我哥哥打电话给我 是的 因为我和哥哥有些问题了 大家 甚少联络 没有什么都不电话联络 他打电话来应该有些事 可能有些大事 是的 我听到电话 我说 在做什么 他说 在看着 在看着 我说 我在看着这个project 没有数据 他说 聊两个人有没有时间 有 我说什么事 我说 我说 父亲走了 是的 两个星期前的事 我哀了 我都不知道 他其实 因为他可能 不够忙 可能 有些事 没能接听电话的人 我 警察局贴一张东西 过来才找到 是的 认识 我便哀了 回到他的时间 回到他的时间 回到他 问老人院院长 我爸爸是怎样走的 那时候 都是一些能量的东西 我觉得是吸引力法则 一直 有 当时有咳嗽 老人 衰竭各方面 在医院的时间 又找不到两个小孩 后代 没有人送中 那时候 他觉得好像 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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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老人院院长 他说 你爸爸 走的时间 一直都不肯走 他说 就是想见你们 是的 他一直崩得好 就是那些 就是挣扎 就是从谁死挣扎 然后他说 叫爸爸的名字 放心吧 你放心去吧 放心去 我去通知你两个儿子 是的 你走吧 安心走 突然之间说完这句话 放松了 就去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 一个人的一些能量 你挂着一件 执念 没错 没错 那种的执念 不论他存不存在的空间 还是他还在附近肉体的时间 他有这种执念 是一种很大很大能量 他连走都不肯走 我总要等 直至这件事情之后 再 那份报告 因为 因为我爸爸走 亦都赴能了给我的 empower给了我的 为什么呢 我去了 以前上海复星集团 就去见 有个学院 健康学院 健康学院 我写一份报告数给他 是了 然后 是因为 这件事情 我亦都觉得 爸爸赴能给我 我中了这个project 成为了上海复星集团 是 健康学院院长 是了 因为一些办公室政治 我最后被人搅走了 是了 亦都因为是一些吸引力法则 当时我中了的时间 我感觉到是我爸爸给我的能量 给你的能量 亦都是因为一些小人 特别可能是影响到我家人的小人 而去再弄走了我 当时的一些努力 各方面 2020年其实是我一个人生里面 第二个成年之后的大局底 是了 就是 底都没得再底了 所以 所以你说磁场现在都不是非常之好 但是我相信 吸引力法则 我会再重新 保持正能力 是了 正向的上海 正向的生态 重新再跳起来 为什么呢 你有这么低的时间 大家都有时记住这番说话 人生有这么低谷的时间 你将会是一个好的事情 更加美好的事情 没错 因为你将会在谷底弹发上去 是的 墓地 跌低 是准备跳得更高 是的 因为处理的能量 你才可以弹起 没错 因为我们是一个叫做 风谷理论 山峰和峡谷 即谷底 你要登另外的山峰之前 顶峰之前 你必须在这个风 落到底 才重新上去 我永远记住这种吸引力法 是的 记住大家 我想各位观众 始终过去一两年 可能大家都经历了 不同程度 或者划高划低的一些 人生起伏 或者面对了很多家庭 工作上的一些挑战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有这个感受 听到Baron说 他自己以往的一些经历 大家其实得到一个形象 或讯息 就是一定要 保持自己的正能量 正向思维 正向想法 正向心态 就可以跨过所有的坑 跨过所有的难关 一年三集 很多谢Baron上来 和我们谈了这么多 无论一些关于灵意上的东西 或者一些可以和科学 结合到解释到的东西 更加今集和我们分享了 一些他自己那么深的 内心的一些 他自己的个人经历 感受 很多谢Baron 谢谢 谢谢娜姐 还有多谢观众 从第一集 看到第三集的Baron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彭奕晨 Baron 我是一个叫做邪降的人物 是的 邪降的人物 就是 又是议员 很多烦素 又是动作导演 又是培训师 未来希望有不同的节目 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放心 未来应该 不远的未来 大家很多时候 都会在我们的焦点视频 会看到Baron的身影 因为我们将来 和他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也会将他自己所学的 一些不同方面的知识 无论一些心理咨询的东西 或者一些营养学 一些健身的东西 都可以和我们观众分享 所以如果你想学多些东西 增强自己的正能量 和令到自己 有更多正向的思想 记得留意我们的焦点视频 关注焦点视频 是的 今天再次多谢Baron 也多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再见 拜拜